父所教訓我的 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 他沒有留下我獨自一個 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 當耶穌講者聲話是 許多人便信了他 上主的話 基督阿門贊美你 在今天第一篇《讀經》 講到以色列人 他們在出谷的旅程裡 展現著那種 人性軟弱惡好 人性自私 他們經常都只看著自己 不斷地抱怨 沒有糧食又抱怨 有糧食我又覺得清淡 惹人 真是令人感到很厭煩 因此他們讓自己陷入了一個困境當中 有蛇來把他們咬死 好奇妙地 天主吩咐梅室 亦都以這個原本帶來死亡的事物 的標記 成為了以色列人 獲得逃脫 因為他們的自私 所帶來的結果 這份死亡 能夠逃脫這份死亡 很奇调地 当他们不再注视于自己 他们注视这个得救的标记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得到保存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都时时指出 指出以色列人、犹太人 这些法利塞人 同样好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固守于自己 他们只是看着自己 因此他们无办法明白真理 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不愿意体见 在《云梦方文》里面 耶稣时时都说 谁为他作证 父所做的事为他作证 他生活里面所行的一切为他作证 他所宣讲的为他作证 但是华利塞人 因为只是固守于自己 因此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清楚 甚至明不明白在面前 他们都不看 在《云梦方文》里面所行的一切为他作证 他所谓的《云梦方文》里面 在《云梦方文》里面 在《云梦方文》里面 《云梦方文》里面 在《云梦方文》里面 在《云梦方文》里面 第一十一年 为大众交出自己 为大众将自己的生命付出 使到众生能够得救 我想这份人和天主的关系 以色列子民和天主的关系的历程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和天主关系的历程 我们现在面对疫症的情况 其实都是一样 很多人性上的事情暴现 很多人不知不觉 不是要怪他们 而是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恐惧 因为恐慌 于是第一件事去想的是什么呢 想自己 为自己要争取更多安全的事情 甚至过渡 不过这样 只会令到恐慌更大 只会令到大家更加 陷入一种混乱之中 多人逃避 面对真实 面对真相的时候 会使到情况越来越坏 很好 然后她的慈善 她的怜悯 仍然在人的生命里面光照 仍然去推动人 不是只是为自己生活 所以我们当中 也有很多人 愿意为大宗贡献自己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冒上生命的危险 她们都不怕 她们都不怕 我们都知道 意大利有一位神父 这位神父 她们都不怕 在每位神父 都不怕 她们都不怕 在相互 在那里 以为 都不怕 我们都不怕 在一会儿 您会并得 他很感受到,在想,究竟可以为一个这样的情况做些什么呢? 于是,他重新走回医院,走上去前线,去服务 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究竟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如何去贡献自己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当他愿意去行动的时候 于是,即使面对这么严峻的疫情,都能够有力量去跨越 这个令到大家痛苦的经验,将会在这种愿意贡献自己的精神 的状态里面的带领之下,这个原本是一个痛苦的经验 是一个死亡的经验,到最后来,他将会成为生命成长的经验 甚至使得生命圆满的经验 这个某个程度,不是当人只被举起的时候 我们再注视他,就能够获得生命的经验呢? 各位弟兄姐妹 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时刻 注视这位被高举的耶稣 让我们从他身上吸收这一份愿意为大众交付自己 愿意为大众牺牲自己,贡献自己的精神 好使我们能够跨越一切空险 最后,我们彼此攀手,在主的爱之内 我们获得永远的生命 请继续 祝我們懷著一份的依賴和盼望 讓我們向上主傾訴我們一切的祈求 為了今天因瘟疫帶來的痛苦 讓我們求主綏煉使眾人能恢復和諧